海巡人员戴着手套站在船上不停翻呀翻 就看见冷冻桂里一片片鱼鳍 数量多到好惊人 海巡人员拿起来甚至都还有些困难 不过这全都是非法捕捞 因为日前海巡署接获勤资 有渔船捕捞鲨鱼疑似有鸽鳍棋棋生行为 将身体部分丢回大海 鱼鳍堆满地也让鲨鱼背鸽再度上演 本所于6月15日朝过南方号集 远洋渔船金圈发号 违反鸽鳍棋棋生行为 并于今日实施清仓作业 本案经渔业署认定违规署时 原依据远洋渔业条例第41条 与宋主管机关进行采除 鲨鱼渔获中鱼鳍是最有价值的部位 可以制作鱼刺 也因此时不时传出非法捕捞事件 据了解这艘苏奥及渔船为正姓船长所有 而他不是第一次违规 曾经就捕捞鲨鱼割棋棋生 遭渔业署重罚500万元 被收回渔业证照 没想到去年初才拿回 今年2月初还捕鱼竟有故技重施 在周日返回港后当场再度被查获 初步估计一共违规鲨鱼7月5000公斤 现在被依违反远洋渔业条例裁处 以上就是当时现场情形